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却可以说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 那么今天就让咱们去到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里去瞧一瞧 虽然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 大家可能也通过我们的短片 对陕西村里面生活的东干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但是整个这个村子它的布局是怎么样的 它的全貌又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段航拍画面 一起来从空中俯瞰陕西村 通过刚才的这段航拍 我们能够感受到陕西村确实是一个非常静谜古朴的一个小村落 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呢 东干人这个陕西村啊 它是中国海外最大的一个移民团体 而我本人呢 对于这个东干人他们的婚礼仪式是特别的感兴趣的哈 那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东干人这个新娘在出嫁时 他们的这个装束呢 是特别的特别的哈 并且呢 我们也了解到他这个所穿的衣服 是全部由手工来制作的 也是很精心 那东干人的婚礼呢 我们现在抵达的是哈萨克斯坦著名的陕西村 那么陕西村呢 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面的人啊 可都是咱们陕西的乡党 说的呢 可都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善喜华 一来到这儿 我发现有一户人家啊 是特别的热闹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门头上啊 都贴的是这个红色的一个条幅 那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赶紧跟我去看一看吧 我们寻衅一下新郎官啊 他新郎官是在哪呢 新郎官是在哪呢 新郎在哪呢 新郎 女士吗 哦 哇 哈喽你好 你会说陕西话吗 可以 那你能对着电视机的朋友们 先过我们来一段陕西话 给大家打个招呼 相当好 在东干协会主席安胡赛的带领下 主持人刘瑞也准备跟着去新郎家迎亲了 那如果说是咱们这个村的这个女孩啊 人家看上外地人了 这可怎么办啊 一个是这个 现在 在看自己自己人在山区上 那么有问题 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家家也都有车 可是这是一般的 但那些民族很少 很少 很少一般都没有 在安主席的带领下呢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新娘的这个家 看上去是特别漂亮 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要进去吗 走走 这可以去 现在媳妇小娘 在我桌子里 她年龄一半不能抬起 她现在腹肌眼眼头 她连女朋友们一块都坐着 走走走走 好 咱们进去 走 感觉到了女儿国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都是大大小小的小孩 对 还有包着这个 穿着传统服饰的一些妇女 对对对 哇 那新娘在哪呢 这是小娘在这儿做坑 哦 大家可以看 你看 这个新娘现在是背对着我吗 她庐山真面目啊 还没有露出来 这衣服真漂亮 这是什么衣服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衣服 你看这个头发 你看这就像眼眼头 包括你看 她这高头 用着这个啥 穿着这个配件 那个滑裤子 滑鞋 滑瓶 滑瓶 为什么 对人家她要背眼 你是背平安 背平安 背平安 这滑瓶 是背平安 对 正在主持人了解 美丽的婚服时 另一位主角 新郎官出场了 东干人十分讲究礼仪 尊掌爱幼 掌幼尊卑 这些传统观念 在这里根深蒂固 她向父母亲朋 依依致谢后 车队才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出于对东干人 婚礼习俗的尊重 自愁出路万里行 媒体团的摄影师 没有拍摄 接下来的婚礼环节 中午十分 亲朋好友 从四面八方前来祝贺 东干人的婚礼 被称为中国晚清婚礼的活化石 说它是活化石 是因为东干人 自迁徙到中亚以来 一直保留着 不娶不嫁外族人的习俗 从婚礼本身来看 东干人则一直保留着 一百多年前嫁娶的仪式 在陕西村的这户人家呢 我感受到了 地地道道 言传一百多年的 陕西民俗的特色婚礼 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在这里 大人和小孩都充实着 我们熟悉的陕西话 大家都在为着 这位新人高兴着祝福着 所以我最切身的一身感受 就是民俗是一种 比规章和制度教育 更有力的力量 真想在这个陕西村 再多待一会儿时间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这里了解这里的人民 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 来咱们陕西村做客 欢迎来咱们陕西村 其实之前我说过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 最好就是可以赶上 他们的传统节日或者仪式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的媒体团也是非常的幸运 刚好赶上了一场 这个东干人的婚礼 而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其实在这个陕西村里 每一个村民都是至少 可以讲两种以上的语言 其中一种必须是咱们陕西话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就有请 我们前方的主持人康海 来让他来带我们看一下 他眼中的陕西村 我现在是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 130多年前 有一些陕西人 他们出现的西门来到这里 并且永久性地定居在 我身后的这个山脚下 100多年过去了 现在他们在这里 依旧保存着自己 最特色最原始的陕西语言 以及陕西的生活习俗 那么究竟在这儿 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陕西元素呢 找找看 你好 刚才我就随机走进了 陕西村特别普通的 一户居民的家里面 刚一进来我觉得 从外观来看 建筑都非常的豪华 而且觉得很干净 从这里似乎看不到 什么陕西的元素 来再往里面走 据说他们家里面 今天招待我们吃 很多好吃的 究竟什么吃的呀 西瓜 甜瓜 你看这个 蚂蚁 蚂蚂 这都是他们自己炸的 这都是他们自己炸的 走上去吧 哇 你看这是什么 陕西人一看就知道了 扇子 而且呢 今天下午在这家里面 其实还有喜事 因为家里面的女儿出嫁 女儿的衣服在这 这是出嫁时候穿的衣服 从这个颜色和干净的程度 能够一眼就看出来 这应该是祖传的 属于鸭箱底的宝贝 所以应该有年头 穿完就必须得挂到这 估计要等下一个闺女 在出嫁的时候再穿了 听说你会扯这个 扇子的一个儿子 会不会 会 你来两次 他大舅 他儿子都是他舅 我他子伴的都是母舅 整个的 人个的 还想不顾 船又抢下 又去往里帮我 这次谁交给你的 爷爷 爷爷交给你的 你爸妈接来不 你爸妈接来不 卖布里面 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 都是一些甚至我看不懂的 一些文字的一些小吃 但是我再一脚发现了这个 这个大家 我们陕西人 包括应该中文都不陌生吧 酱油 这儿居然还有老陈醋 证明什么呢 证明在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 他们的饮食习惯 依然没有改变 依然是中国味道 因为今天我一直在采访 我听见你们东干文里面 有很多陕西话 陕西话里面有很多陕西的图语 甚至现在在关中地区都很难听到 还有什么 咱就保留着这个 宣传器绕花多的很 就希望把这个好多花 就像这个隔酒 就像这个 还有这些是这个三花 很老的花 经常做这家里都用 有很多没有变 但有很多发生了变化 当年过来的时候 可能没有手机 那今天下午 我听你们说手机的时候 都已经变成了英文了 对对对 手机你们叫什么 对 有一些是这个想法 原来在山西人的 过来时候还没有这些想法 再把这个叫风俄语 为叫你教语 就像把书记 叫做这个 就像把这个 就像把这个监脑 叫做computer 就像把监华 就带英文了 对对对 就像把这个 监视叫做Televisor 这就用一些是英语 未来语 这些想法 吉姆地 一院房 一辆车 是陕西村 所有村民的标配 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单单从我们刚才的采访状态来看 你可能很难想象 我现在身处在异国他乡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牌号码 你可能更难知道 我现在是在哈萨克斯坦 经过这么一圈采访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这里的村民生活得很安逸 很富足 很舒服 所以这也让几千里之外 我们的陕西乡的们 少了一丝牵挂 多了一份放心 其实这个陕西村里面 生活的东干人 他们说的都是地道的陕西话 而他们的语言当中 也是保留了大量的 这种古汉语的一些词汇 所以我在想 我们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穿越之感 那么陕西方言 虽然是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但是这个文字却没有保留下来 这也是让人觉得 特别遗憾的一个地方 没错 而我们知道 英文语言 要是没有文字作为基础 想要传承 想来相会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他们为了保留下来陕西话 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东干人不改的相依 中亚陕西村 人人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中文的 另一个是俄文的 见多识广的安胡塞 主张推广中国的普通话 说这样才能和更多的人交流 才能提高东干语言的生命力 东干人至今还保留着 清代陕西的一些生活传统 除了对外使用俄语外 他们还操着一口 带有浓重口音的陕西官话 比如把领导称为头领 政府机关是衙门 把警察称为衙役 称店铺老板为掌柜 学校叫学堂 妻子叫婆义 他们老老少少都会说陕西官话 在这东干人 到到俄罗斯区 咱们创作了一个文字 用这个额文字母 拼出来再上去花 就像这个儿个 你看 我给你念一下 老啊老啊 我给你念一下 我给你念一下 我念一下 你念一下 把你别人恶不惯 还有这个顾群儿 放手儿门儿 担手儿开 立地做一个姚奶奶 让她挖上鞋子 让她怨上鞋子 大姐担这个某单化 二姐担一个费兰化 就像三姐不会担 一担咸鲜鲜鲜鲜鲜鲜鱼 一觉七到安稽哈 别念日儿反之看一下 这是在东干人创作下这个文字 要跟自己拼一下要做三十多年 因为这个文字里 现在才能够保留自己的厚度 这些是库团 这些是各界的文化历史 其实呢为了让东干人这门古老的语言保存下来啊 我们这个陕西村呢 也是每年都会把他们的一些孩子 专门的来送回我们陕西来学习语言 那之所以会这样做啊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要是把语言丢了 那可能就不好回家了 没错对于他们来说 陕西话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 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一份浓浓的乡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其实呢刚才我们通过几个短片呀 已经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种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陕西村啊 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 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但是呢他们却很好地保存了 我们陕西的风土人情和一些风貌 没错而且据说啊 他们之所以叫做东干人 是因为当时刚到这个地方呢 是吧 语言不通啊 只知道自己是从东边来的 所以就有了东干族这个名字 而现在呢 他们真正的迎来了一批 从这个咱们西安出发 可以说是来自东边的客人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万里型媒体团 抵达陕西村市的情景 陕西卫视丝绸之路 万里型媒体团 来到位于哈萨克斯坦 江波尔州 陕西集体农庄的一个村落 在那里 陕西村的乡党们 为从西安远道而来的 媒体团成员 举行了一个朴素 但热闹的欢迎仪式 媒体团团长 陕西卫视副总监杨文盟 向哈萨克斯坦 东干协会会长安胡赛 赠送用陕西蓝田玉制作的通关玉取 媒体团副团长 陕西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 制作部副主任谢东 赠送属于哈萨克斯坦 陕西村的路桩 媒体团副团长 光明日报社会活动部主任胡斌 向陕西村赠送 华山论剑西凤酒 表达对远在哈萨克斯坦 陕西乡党的情谊 媒体团观察员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如 赠送题字 跟在中华 花开中亚 陕西村的村民们 身着传统服饰 表演了民间歌舞 仪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圆满结束 其实这个东干人 不但很好地保存了 我们陕西的风俗 那么他们的老祖宗 在去到哈萨克斯坦的时候 还带去了很多的种子 现在这个哈萨克斯坦 它全国很大比例的粮食和蔬果 都是这个东干人来种的 所以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 东干人也是非常勤劳的一个族群 没错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之后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的是 长安与思路的对话 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丽 将会继续对话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 还请您接受收看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那么从今晚起 陕西卫视华夏玩具场 也将为您播出 思路题材的历史大剧 汉武大帝 解读张谦的传奇人生 没错 也是一个非常契合 咱们这次活动主题的一部电视剧 而说到今天 咱们跟大家这么隆重地介绍了 这个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那一场这个东战族的这个婚礼 虽然说他们保存了很多这个婚礼的集中 但是跟他心里的团队 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都不错了 开发感觉都不错了